大家好 我是小屁 太福天台即將迎來龍鬥士王族大改版嗎 這部影片就是來介紹一下 如果你想要玩龍鬥士王族的話 轉職的推薦學習技能 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的話是龍鬥士的部分 PVE建議轉的宏祭 第一招是索連劍精通 那他也是在限時販售技能是180萬的 再來是屠宰者強化 強化龍之鎧甲 紅龍之精通 紅龍之精通的話是100萬常駐的 龍之盾70萬常駐 強化護衛毀滅70萬常駐 反射保護罩這一招不能轉 但他是有180的限時的 所以你如果你的迷逾幣夠的話 你可以轉成龍之精通 然後買反射保護罩去拿減傷 再來的話是龍鬥士PVE的推薦轉職技 熱血沸騰跟龍之力 這兩招都是200萬常駐的 但星子祭招架他不能轉 但是300加300可以買 所以說你可以考慮一下 紫色龍之精通只能撞傷城或是血圖地龍 跟波塞盾這隻BOSS 再來來看一下龍鬥士PVP推薦轉的宏祭 第一個是屠宰者強化 然後是強化龍之鎧甲 再來是索連劍精通 紅龍之精通 恐懼無助跟強化護衛毀滅 最後則是龍之盾 這邊的話有將名譽幣常駐販售放在比較後面 因為通常你要轉打架的話 你的資源應該會比較夠一點 那一樣是建議轉鎖鏈劍精通 然後180來買反射保護罩 龍鬥士PVE推薦轉職技的部分 則是紫色奪命之雷 然後強化恐懼無助 龍之衝擊、龍之力跟熱血沸騰 其中龍之衝擊的話 他是300萬限時販售的 基本上是一定要拿的 那新紫技招架的話也是一定要拿 紫龍之精通的話 這一招也是打架的話一定要拿的 所以說你如果龍鬥士要來打架的話 其實紫技門檻蠻高的喔 接下來經濟的部分 新經濟阿修羅是大於氣息 兩招都是PVP技能 看完了龍鬥士之後 接下來來看一下王族的部分 PVE推薦的紅技 有勇猛一隻大師 他也是180萬限時販售的 那勇猛武器跟勇猛盔甲 16萬跟8萬的話 基本上就是用免疫筆買 不要用轉的了 虧阿 然後PVE的推薦指技的部分 則是帝國防衛跟著熱靈氣三階 帝國盔甲大師 限時300萬的販售 或者是 再來就是聖世命令 所以說 限時300萬就是 帝國盔甲大師 或聖世命令二選一 那你就是看你要買哪一招 那你就轉哪一招這樣子 王族轉職PVP的推薦技能的話 是 勇猛一隻大師 180萬限時販售 勇猛武器 勇猛盔甲 然後再來是 70萬常駐的王者之劍 最後就是帝國指令 他常駐100萬的販售 那會建議勇猛一隻是用轉的 因為180萬的限時 你還可以選不能轉的 強化精準目標 那8萬16萬就是用買的 不要用轉的 最後則是 王族轉職PVP推薦子技 帝國防衛 佐樂三階 然後帝國盔甲大師 聖世命令跟帝國召喚 那其中新的子技 強化王者是可以300加300來拿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紅豆式王族推薦轉職技能 帝德介紹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 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PYT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 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我小P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拜拜 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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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PYT